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五次同学会 那今天呢是中秋长假过后的第一天的开盘 那当然了在这个中秋假期的中间 这个美股出现了大幅的回荡 那当然了就跟这个中国的恒大事件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郑宏在这个地方认为 目前整个大盘会因为这个恒大事件 不断的往下跌的几率并不大 毕竟这个之前的雷曼兄弟的事件 倒闭的事件是比较属于在全球性 比较能够去影响整个国际股市 那至于这个中国恒大的这个事件呢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在台湾的所谓的金融业的曝险的部位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影响的也不大 那在美国的部分好像也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跟雷曼兄弟比起来的话 应该是这么讲了 如果这个雷曼兄弟他是所谓的核子弹的话 那这个恒大事件只是一个导弹而已 并不会那么的严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最主要我们来看这个大盘到底我们该怎么看 当然今天跌了300多点 感觉是非常的恐怖 可是呢 郑宏在这个地方来跟你讲 其实我们的大盘是弱中透强 你说怎么可能 不是跌300多点吗 怎么还会是弱中透强呢 其实这个大盘在还没有放长假之前 也就是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这个Telecon以及Lite 我都有非常的直接的告诉你 这个大盘 我们先来做个沙盘的推演 那沙盘推演有三种的情况 那这三种情况的今天 一开盘你就知道了 会走第一个情况 那第一个情况就是 他一开盘就跌破了17200点 那为什么要说17200点呢 因为17200点到17700点 是我们当初在9月7号 所设定的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 那当然一开盘就跌破的话 那就会去走这个情况一 那到底什么叫情况一 那没关系 你可以加入到我的这个Lite 我的Lite里面就写得非常的清楚 或是Telecon 好 那这个情况一走下去之后 到底该怎么看呢 才是个重点 我上面有写到 我是礼拜五写的 礼拜五说过了 我说这个16821应该会有手 这个16821就是8月25号的最低点 为什么要看那个点 这个就是超板手在看的 那个跟技术分析有关 我们就不解释不解释太多了 除非未来有这个开这个技术分析教学的话 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来解释 好 那在这个地方你竟然如果这个盘没有去跌破 这个16821盘中都没跌破 你可以看好这条线完全没有跌破 他就开始往上搜了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个盘你不用看得太空 那当然区间的下轨线 就是17200点跌破了 短线一定是会比较弱一点 可是呢 也没有落到会一直往下跌 好像是崩盘式的下跌 应该是不会了 好 那证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大盘 把它拆解开来 大致上 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子的指数 那再来呢 就是金融的指数 第三个就是扣掉电子跟金融 就剩下谁 传产股 就是非金电的指数 那我们来看这个三大的指数 就包含了哦 所有大盘的19大类股了哦 那我们来拆解之后 你就知道 为什么曾宏说啊 大盘在这个地方叫做 落中透强哦 好 我们来看电子的指数 好 电子的指数啊 在8月25号也是一样哦 那一根的低点 也没有去碰触哦 连碰都没碰 跟大盘一样哦 好 没有碰之后呢 就开始往上搜 那这呢 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有人在守 哦 当然啊 你去想啊 绝对不是散户啦 哦 散户今天不可能会去买股票哦 那到底是谁在守 我相信啊 这个 收完盘后 或是在未来啊 你可能就会知道了哦 所以说这个电子的指数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它并没有 出现一个非常 这个所谓的 跌破多方支撑点的 哦 一个K线 并没有哦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什么 电子指数里面的联电 哦 联电我说过哦 是这一波大盘啊 从1628一路涨 哦 反弹的这一波的行情里面啊 它就是什么 领头羊 那这个领头羊 你可以看到哦 今天大盘是跌了300多点 对不对 那而且联电 它还是全只股哦 哎 竟然能够怎么样 出现个红K棒 哦 它没有涨哦 但是它是出现红K棒 那红K棒就告诉你啊 它弱中透强 哦 有人在做低阶的动作 我说过啦 一般的赏户不会再大跌300多点 还敢去买这个全只股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买中小型股啊 可能这个一般的投资人敢买 你说跌了300多点 哦 还敢去买这个全只股的 应该不是一般的投资者 好 那是谁把它撑起来 哦 这个问题你自己去好好思考 谁把这个联电能够撑起来 变成收盘的时候是红K棒 好 那再来看呢 我们要看谁 群创 哦 面板股啊 今天啊 又再度的回到了前破的地点 那甚至于哦 彩晶 哦 彩晶又破底了哦 那 我们看到彩晶破底 但是呢 你却看到什么 哎 我们却看到群创 却是一样哦 收红 哦 它也是弱中的透强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这个友达 哦 你看哦 友达也是收红K的哦 哦 虽然啊 彩晶破底 收黑 收黑K棒 但是哦 我们所看到的群创 跟友达 哦 全部都是一样哦 那这个面板怎么看呢 哦 这样弱中透强之后啊 它该怎么看 我今天呢 在这个财经及时通 哦 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后 你到底该怎么看这些面板股 而且我是在盘中 哦 所录制的哦 所以我相信在盘中就先告知你 到底该怎么去看了哦 那当然啊 我们再来看的就是什么 金融股 哦 因为金融股啊 它虽然不是说啊 每天都在表现 哎 但是你要去注意哦 如果没有金融股的撑盘啊 这个盘 早就撑不住了哦 非常的重要哦 所以金融股在这个地方哦 你可以来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来 金融股它真的很强 啊 为什么说很强呢 它连短线的多方的支撑点 都没有跌破 哦 今年盘中有跌破 又收上去 那如果是说啊 用金融股来看大盘的话 就是说 金融股它还没有什么样 跌破 哦 区间震荡的下轨线 也就是说 它还没有跌破 一万七千两百点的水位 那是不是非常的强 当然是非常的强 那它的多方支撑点 在很下面 几乎连不可能 连碰都还没碰到 不要说是那个多方支撑点 多方的短支点都没跌破 马上就收上去了 所以我说 谁在去守这个盘 这真的很明显吗 你会去买联电吗 不会啊 来 投资朋友 你来告诉我 你跌300多点的时候 你会去买全职股吗 绝对不会 你会去买中小型股 但是呢 全职股一般的投资者 碰都不敢碰 因为大盘跌的时候 全职股啊 涨不动嘛 这大家都知道的啊 所以谁会去买 没人敢买 但是它是红的 好 再来呢 面板股 对不对 面板股更不用讲了啦 更不会有人买 它除了本身是全职股之外 而且呢 利空一堆 大家啊 对它真的是 弃之路必喜 连看都不想看 那谁能够把它称成 变成红K棒 包含像友达也是一样 所以你再来看这个 刚才我所讲的 好 富邦金 有没有 来哦 富邦金是不是也是一样 它又是全职股 谁能够把它称职股 好 变成什么 红K棒 所以投资朋友 所以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看到的这些现象 跟你今天看到 大盘指数 跌了300多点的感受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这些股票 它都是全职股 全部都是全职股 所以这些全职股 为什么能够逆势 来我们来看大盘的K线 来大盘的K线是什么 大盘的K线 实际上它今天是什么 一个中黑的 然后有个下影线 但是呢 你看这些全职股 是红棒 这些全职股都是红棒 有没有 这个意义就非凡了 所以我说 绝对不是一般人会去碰的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 我们最后就是看什么 飞金电 那飞金电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讲说 就没有那么强 为什么飞金电没有那么强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飞金电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左边有一个缺口 然后呢 今天跳下来之后 又是一个缺口 那这个来讲的话 未来的盘势 也就是飞金电就是传产股 传产股未来 它可能会 来做一个来来回回的 震荡的整理 或是呢 再往下 往前坡的低点 去做一个寻求支撑的动作 所以说刚才你可以看得到 我说过 刚刚开始的节目 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你要看谁 大盘把它拆开来 就三大指数 可以让你看 第一个电子 第一个电子 对不对 那电子股是不是联电 联电是收红K 好 那群创跟友达 大家最看坏的面板股 这两档也是收红K 然后再来呢 金融股 我说金融股 它连短多的支撑 都没有跌破 对不对 短多的支撑都没跌破 然后富邦金也是收红K 那只剩下飞金电 就是传产股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说未来的大盘 假设是由电子跟金融 一起往上带 你认为大盘会怎么样 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电子股的权重 是最重的 再来第二个就什么 金融股 再来就是金融股了 所以说如果电子股跟金融股 能够开始出现一个 反攻讯号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 整个大行情里面 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当然你说马上要往上冲吗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目前我们只能看到说 整个大盘 有一支我说过的 幕后控盘这个大手 他在撑 那当然他撑的含义是什么 我相信应该不用我讲太多了 不可能是往下走 往下走就不用撑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在上礼拜就讲过了 我甚至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我也发过了两篇 有关于这个操作心法的这个部分 我说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就不用想太多 该停损你就走 而且这个才十几块的股票 我相信能赔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今天一开盘 他就已经回补了托方缺口 我们马上就怎么样 先停损出场 那后面会不会涨 还是他会不会反弹 我说那跟我们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不用去想太多 先把你的资金先拿回来 这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要先规避 这个下跌的风险 因为我们当初会买 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多方缺口 对不对 那这个多方缺口 已经被回补了之后 代表我们当初 要买进的这个理由 已经消失了 好 那既然消失的话 那当然 我们就赶快先把多单先撤出来 反正我说过这十几块的股票 顶多两天给你跌 两块多 好不好 两块到三块 那你能跌到 你能损失多少 应该很有限吧 好 两块多的股票 两块多的价差 我们马上用什么 用这个 经验 你经验一张 我们的价差就超过一万块 超过一万 我们用一万计算就好了 好 那今天的经验怎么样 盘中再创新 高 投资朋友 今天大盘是跌三百多点 他收盘的时候也没有大跌 他今天收盘是收在 204.5 所以204.5的话 我们的价差 还是一样 每张的价差都在一万块钱以上 因为我们买的价位 还算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手上的股票 其实不多 只剩多少 两档 那另外一档股票 因为我说过 他的成交量真的不大 所以我就不公布了 那这档股票的话 应该成交量蛮大的 包括我刚才讲 那个中美食 他的成交量都已经两三万张了 好 大量的时候是两三万张 所以说这些股票 你可以看一下 像今天的经验 他今天还带量 还继续量增 所以这个股票 未来有没有继续往上冲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机会 那为什么会非常的有机会 等到以后再涨上去的时候 我再来告诉你 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说过 这个大盘 你不用去管他怎么震荡 重点在什么 你怎么去操作 这才是重点 我说第一个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就像我在中秋节 之前 我礼拜五的沙盘推演 我先规划好三个状况 什么状况 只要一开盘就知道了 好一开盘跌破了一万七千两百点 那你就知道这个大盘 要走第一个状况了 那第一个状况要怎么去应付 这个是我们在视线 就已经做沙盘推演 就已经想好的一些对策跟策略 那再来呢 有证据再去做动作 什么叫有证据 你有看到 这个盘 真的已经开始出现了 转空 所谓的转空讯号 我们再去做空 我相信都还来得及 但是不是现在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要去做空的理由 我在Telecon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要赶快来参加Telecon 我在盘中看到任何的一个超盘的 我们所注意的关键点 我都会在Telecon 在盘中来告诉你 好 所以说 我说过有证据再动作 就是说 你要等整个大盘 真的走空了 我们再来去做空 也可以 我相信那时候做空就不会像现在那么辛苦 每次空它一天 然后又涨两天 然后又再才跌回一天 你就很少看到股票一直在跌 对不对 就像今天跌了三百多点 你去看啊 有几档股票跌停板 不多 对不对 因为平均的在下跌 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不是真正的空头市场 如果是真的空头市场 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些全职股 就不会有人去互盘 这是非常的明显 那再来呢 最后就怎么样 你要规划停损跟停利 那当然最近你要去注意到停损 因为这个盘震荡非常的激烈 当然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永远要记得 不管你这个大盘怎么变化 你要怎么去操作 一定要跟着大盘目前的架构去改变 你不要说 我就是用那一套 把那个8,523点 涨到1万7,709点 这个一年当中 涨了9千多点 快1万点 对不对 完全没有休息的这个操作策略 拿来放到现在来操作 我说那你会赔得很惨 而且呢 会甚至于啊 把你之前所赚的全部又吐回去 那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郑弘在这个地方 希望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你真的可以跟着郑弘来 就像我们在之前在操作的一样 不管是宅雨啦 这个建兴国际 对不对 甚至于像这个宏观 以及我们短线操作的 你看哦 为什么我在这个阶段 我会做波段操作 你看 展宇啦 建兴国际 包含像宏观 他们都属于波段操作 可是为什么接着下来 你看哦 保黎附景 还有立敦 再来的安格 为什么就短线操作 为什么 不是跟个股有关 跟大盘有关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你在什么样的盘式的架构 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 绝对不是只有一套 投资朋友 真的不是不可能只有一套 在股市啊 不可能什么一招 办事走天下 没有这回事哦 真的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们操盘已经那么久了 不可能有说什么 你只要懂一点 你就来做个操盘手 然后呢 你就会来大赚 那是不可能的事哦 所以说啊 你要知道说第一个 盘式到底该怎么走 那目前是走什么样的架构 然后呢 你在宁定一个操作策略 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哦 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这个盘式架构 可以做所谓的波段 那我们就来做波段 那现在的这个盘式架构 不适合做波段 你只能做短线 那你就来做短线 我是这样子做的 都是没有 永远都是如此哦 所以说我希望啊 在目前为止 我还是那句话哦 因为目前的盘 震荡的很激烈 你要买的股票 你就是要去买最强的 最强的股票 才有办法保护你 度过这一波的震荡行情 等于这个震荡完毕之后 等到整个大盘出现了一个 很强的多方攻击讯号 那个时候啊 就是我们要好好大赚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之前 你可以做一些 非常强势的股票 我们来赚这个价差 不管是小的价差 还是大的价差 当你的财富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 等真正的大行情来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才是你大展生从的时候 不是吗 所以啊 要拱来趁现在哦 我觉得现在的行情哦 不要太悲观 反而有很多的股票 我看到了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赶快跟着真红 把握到这一波哦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咯 本公司以往就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